來 說不定要拿了 這裡面有肉 蔥 蘿蔔 還有高麗菜 韭菜 它真的什麼都給它混在一起 這個是一個就是仙草 仙草 對 要熬四個鐘頭 晚上要熬夜的時候熬這種 仙草池 椒池有沒有 就是在最上面那個 會比較厚一點 好像桂林糕喔 對… 我回家 香蕉戚風蛋糕 七月份中的時候才開始創業 到現在訂單應該要一千筆 香蕉味道非常的濃耶 對啊 它這個很硬耶 它這是碗粿 真材質量 它的硬度是碗粿 它這個是金箔 然後是用日本的金澤的金箔 去做的 金箔 沒有男朋友問題 金融幫你招呼問題 這個金融風暴過後 雖然景氣慢慢復甦 可是對很多人來說 加薪是沒有機會的 而甚至很多是在 失業的狀態 該怎麼辦呢 創業確實是一個不錯的路 但是你說要多少錢 我們今天要告訴你 就是有這種微型創業 50萬以下 其實你就可以創出一番自己的事業 但你做什麼好 怎麼做 要注意些什麼 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幾位 他們都有自己的 心酸血淚的故事 但這走過來 都還滿值得的啦 好 我們先介紹今天現場來賓 創業開店要怎麼樣 才能吸引顧客注意 網路開店專家NICO今天要教大家囉 資深美食記者江烈維 訪問過許多女性創業者 今天要和觀眾分享 她們不為人知的心酸 老委會創業顧問周易儀 今天要告訴觀眾們 如果想要創業 怎麼樣找尋資金最安全喔 開發手工布丁的力量 原本收入百萬 卻遭到裁員 已經50歲的她 如何熬過難過創業的呢 手工水餃老闆娘鄭瑞滿 原本是個家庭主婦 她如何靠自己的手藝成功創業呢 今後又品皮發商法法 還不到30歲 就靠自己投資創業 今天來聽她的故事囉 其實今天各位都有帶一些自己做的東西 但我發現這個微型創業 好像很多從吃下手對不對 尤其是女性啊 因為吃餐飲是大家最熟悉的嘛 所以大部分的女生在創業的時候都會想說 我乾脆做一點我自己熟悉的東西 或是說我做得不錯 得到家人的好評 就想說利用這樣子來 等於說是賺點這個小錢 所以妳媽 妳知道我媽一直想賣粽子 就是這個原因 真的喔 為什麼不來那個 對 她一直覺得粽子做得好 真的喔 我媽快80啦 妳家要怎麼創業啊 所以我覺得叫清榮肉粽 一定會賣得很好 我覺得叫肉包 賣肉包可能更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要提醒大家 其實我覺得上班喔 很多人都覺得很無聊 但是其實上班呢 是黑白的天堂 但是呢 創業我覺得是 那個真的要提醒大家 不要說因為覺得上班很煩悶 我就出來創業 創業沒那麼簡單 是… 所以很多人是從自己身邊的下手 真的喔 像列為跑美食 對 現在美食在網路上 簡直是如火如荼啊 對不對 對啊…尤其是團購啦 宅配有沒有 就一大堆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不好做耶 這個真的不好做 因為我採訪過的一些故事啊 真的我覺得他們這些人 怎麼講 就是背後的心酸 不是妳一下子可以體會到 而且他有一種超乎常人的熱情 對… 才能夠在無限浩瀚的往海當中 苦苦等待那知音人兒 對…尤其是剛創業的人 你看那他知名度都不高 沒有口碑 很辛苦的 像我回家啊 因為這個職業婦女啊 所有這個食衣住行啊 連同現在的三餐啊 都在網路上做購買 對… 所以現在網路上 買東西門檻都比較低一點 對… 而且大部分最少都買到 一千到兩千塊以上 你要湊那個運費的錢 不然買個六十塊 可能就運費兩百塊就不夠了 很多人就是那種自己在家有沒有 就是自己做的蛋糕好像滿好吃的 然後就開始只賣一個蛋糕這樣 對… 成本真的沒有超過二十萬 真的 可是真的有成功了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NICO跟列偉都有帶一些 網路上 而且是女性創業 是… 就賣一些 我剛已經試吃過非常好吃的東西 要介紹給各位 來…我們來吃吃看 到底是什麼樣的美食 在網路上有這麼高的評價 趕快來試吃囉 好…先來吃這個是列偉帶來的一個故事 跟他的仙草對不對 對… 先講一下 因為我光看到這個木頭我就覺得 我今天來的是厲害的囉 對啊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裝仙草的那個木頭 這個很厲害 是這個女生喔 她自己是個藝術家 還會做這個 這是她做的嗎 對…她自己雕刻的 哇…那可以順便連這個都買嗎 哈哈哈… 你可以請她幫你做一個 OK…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仙草就對了 仙草 對 就是那種古早味的做法的仙草 是… 所以她的…你看她的顏色有沒有 色澤都很紅… 它不會像一般外面黑黑的這樣 對… 有渣渣的感覺對不對 對 這是很清臭 清特的 像這種食材的東西 自己做的 跟買那種現成的原料 完全是不一樣的 對 而且我覺得有趣的是 這個人還是我們的同業 他本來是一個美食雜誌的記者 對… 他因為他上山下海 找了很多食材 很好玩 他最有趣的地方是 他後來好像採訪到這個人 對… 他有一個關係的阿嬤 然後跟他學這個東西 這個仙草乾 要四年以上的那種 紅骨的那種仙草在寫 就是用這個味道的紅骨 對 它做法很麻煩 你聽說 他自己要熬四個鐘頭 晚上要熬夜的時候熬 這種仙草汁 對 熬完之後那個膠質 把它全部熬出來之後 才能去結這個洞 聽說它這個骨頭是四方形的 四方形的 一般仙草的骨頭是四方形的 曬乾之後 對 怎麼說什麼熬幾個小時要 就是熬一熬之後 要把它撈出來 然後再打 就把那個膠質打出來 OK 對 它的膠質在它這個筋裡面 所以人家是夜夜磨刀的女人 我們這位女童業 她是怎樣 夜夜垂仙草的女人 對… 妳阿嬤就這樣教她 阿嬤就這樣垂的 每幾個小時就要打這個東西 對… 然後再把它丟進去煮這樣 再繼續熬 熬14個小時 對… 這很難賺 對… 我就問她說 妳這成本這樣子 要賣多少錢才夠啊 對 對啊 這樣一趟是賣多少呢 150耶 不是這趟吧 不是…這一種 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那一桶 大概多大一點 還滿大耶 其實跟這個量差不多 對 只是因為這隻木頭 看起來很大對不對 其實這樣量差不多 OK 交費者划算 我們來吃吃看好不好 各位專家這個桌上有 這個我要先講 這裡有三杯對不對 對 是這一桶仙草的 三種不同吃法 對… 它其實可以就是 其實現在冬天到了 大家可以吃燒仙草 就是把它微波一下 但是這裡有一個比較牛的 有一個比較上面 就是因為它對 那個米板回來之後 它最上面的那個膠質有沒有 就是在最上面那個 會比較厚一點 好像桂林糕喔 對… 其實膠質特別豐富 好甜 夠水啦 這個相對比較黑一點的 對 然後那個口感就很清香 好吃 真的是甜甜的最厚 對啊 因為它的膠質是自己出來的 對… 但是一般市面上 所以它沒有加什麼去買 你如果去買那種罐裝的 一定都有加 另外加一種芡粉 然後再下去熬煮 對… 就是你看到吃到市售的那種 鮮草奶凍也好 或者說鮮草奶凍也好 硬度比較高 而且它不是那種脆脆的喔 它這種天然的軟軟的QQ的 喔 這個好吃… 對… 這個是最上面有膠原蛋白的 對… 好 現在待會我吃不完 要給我放的 這個補一下 那這個是比較下面的 對… 比較中間的部分 所以這個你看顏色就相對比較… 很透喔 比較淡一點 有沒有 跟剛剛那個是黑的 就比較不一樣一點 這個真的煮起來真的很麻煩 好好吃喔 喔 這個好吃 所以我們這位女同業 現在的微型創業做得還好嗎 很不錯啊 她業績好像從… 本來的一兩萬 現在到十幾萬了 喔… 過世曼仙草嗎 對 一年 不過她都不用困了 每天都會先燒 她但是有克服了一些困難 她現在就是找一些那種 其類是我們在熬中藥那種有沒有 她去找那種高溫的 然後那個… 高溫殺菌的那種 設備嗎 那種叫蒸氣爐吧 然後就把它去煮 她直接就放著這樣 一看不用這麼勾就對了 對 只要是顧的時間太長 不然我想說去他們家 會不會有燥你知道嗎 對 那個阿嬤還會以前用那個 什麼龍眼目去燒 哇 對啊 我跟你講 我真的聞它沒有太濃的味道 可是呢 它做成仙草之後就… 很香耶 對 很香耶 那個仙草 但是又是那種清香的仙草味 對 這太棒了 這要給她鼓勵一下了 好 謝謝立委 謝謝 我們要請Nico介紹另外一位對不對 對 這一塊就讓我這樣物理探討了 香蕉戚風蛋糕 香蕉戚風蛋糕 也是另外一個微型創業嗎 對 沒錯 它七月份中的時候才開始創業 對 到現在訂單大概一個月 大概快要一千筆 快要一千每個月喔 一千筆還不是代表一千個 可能是超過 對 超過 對 而且他們一般在網上賣的時候 它是一整顆的 然後現在大概可以大概切到八塊左右 就像這樣一塊這樣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圓形的戚風蛋糕 對… 那外面這個鮮奶油是… 它是植物鮮奶油 它包含麵粉啊 然後以及它鮮奶油都從日本的原料進口 對 它要做吃起來就甜而不膩 是… 所以在吃之前要先聞一下 會很香的香蕉蛋糕味 這個蛋糕是一個女生的男生 是女生 也是一個女生 對… 幾歲 現在目前29歲多 其實… 必然在下以前是會做氣氛蛋糕 所以你小心喔 我是會做的喔 好 氣氛蛋糕一定要非常的柔細 對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輕盈的蛋糕 好 但是日本人很喜歡在外面再加一點什麼 或者是加料在裡面 對… 所以它這個是加了香蕉 香蕉 我問問看 香嗎 很香 它… 它沒有加香精嗎 完全沒有加香精 但是它香蕉味道非常的濃耶 對啊 它是用現在那個菲律賓進口的 好像好像… 差不多跟手指頭的小的一樣香蕉 然後整個把皮剝掉 整個下去打 那它要很… 就是那個香蕉很熟透 才會有這麼香的味道 對 但它那個品種 像菲律賓品種 它就是不會像台灣這樣軟軟的 已經很甜了 它基本還是綠綠 然後它還有… 還是有點嚼勁 Q度有它的Q度在 對 纖維比較多 香蕉都有它裡面的濕根啊 在裡面 對 有一次蛋糕吃得到那個… 這個纖維 黑纖維也吃得到 像我吃這個蛋糕好像踩在雲端一樣 對…